睡醒一觉 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大风大雨 每天送奶奶去打针 现在搞得我又咳嗽 发热全身无力了 再开一个榴莲 网友都说奶奶不能吃榴莲 应该可以吧 都说他 咳嗽不能吃榴莲了这怎么办呢 但是他说他吃的不通胸 吃的不通胸 只要不通胸就好了 有多少包 算一下 一房两房三房四房五房又是五房 拿一房上来给奶奶吃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吃榴莲之后他都说好睡很多了 昨天晚上没见不见 打完针了 像奶奶在这里休息一下 再带老婆去人民医院做个检查 不知道什么情况 昨天晚上 吃饭的时候呢 就不停的想吐 然后今天早上看到刷牙的时候 也是不停的想吐 两点三十五了 两点三十五了 医生都还没来 最近这个流感实在太严重了 奶奶也是这个样子 不停的咳嗽 乏力 头晕 早上我才带他过来打完水 然后呢 现在下午又要带我老婆来 一天都跑两三趟这个医院 医生叫他过来要抽血 终于搞定了 但是结果呢 今天出不来 因为现在都已经下午四点钟了 要等到明天 终于告一段落了 简简单单的一个结婚登记 猪猪忙了四天 这四天都是早早的起来 晚晚的才收工